好 再來 你想想看 他的這個 好不容易抓到這個了 OK 你知道那有多興奮嗎 是不是 建立心情 那是有多興奮的事情 很重溫 他完全是按照 國外媒體都覺得台灣很奇怪 怎麼會議長官說全民還這個 支持 因為建立心 建立心 大家不接受 可是其實很多的 不同的聲音是有出來的 覺得台灣 他不懂台灣的國情 OK 所以有不同的一個說法 所以可是一個有 坦白講這對馬英雄來講 是不是一個很興奮的機會 很大 沒有 這是很大的傷害 譬如說華盛頓郵報講 我是台灣選的案 沒有 我說知道 黃世民去跟他報告這件 是不是很大的興奮 他當然是建立心喜 然後他也評估到說 我要殺一個國會議長 我要付出多少代價 他的確沒有權贏的概念 只是他沒有想到 他是操作成這樣之後變權輸 所以今天我們那批位置也保住了 然後他的聲望也下跌了 然後從13到11 然後再到9 這是全書的佔局 他本來只講說 就像我自傷三成 可是我可以殺敵到 全部殺光把問題弄下來 這就他來講是今天天天的事情 我斷一隻手配你一條命的 但是我告訴你 他手上當然還是有資料 但是今天的 拿出來嘛 我告訴你他為什麼不敢拿出來 因為都是非法監聽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 國際的華盛頓郵報說 我們是台版的水門案 這是講到重點 結果今天你總統 你都完全沒有考慮到說 你的資料來源是哪裡 其實我今天也碰到 我前兩天也碰到一個司法界 滿高層的人 他說像特徵組那種案子 還敢拿出來 他們自己也看不下去 南美鳳我可不可以問你 929會那個場面會怎麼樣 我覺得場面當然 對馬英九會很難看 但是那個只是saving而已 saving 傷不了筋骨 那真正的是那個 就是你未來黨主席運作 還有整個實質的運作上面 你都會受到運 我覺得國會 官國會 當然就王金平的立場 有時候就王金平這個人 說實在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很同情 要請王金平 然後譬如說要選總統 有很多人支持他 可是到最後 王金平的個性都會往內說 你又要讓支持他的人 就是說你怎麼 所以你就要回到 我每天到自己 我當然很無聊 在質問說 我如果王金平要做什麼 我怎麼想 我都是做黨主席比較華得來 可是他就做不了黨主席 我坦白 這會兒做不了 未來嗎 這會兒是 未來呢 我告訴你 因為那次就是馬王選黨主席之後 你是王金平你要去選總統 還是去做黨主席 我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其實他那次選黨主席之後 對王金平的黨內是很傷 下一屆 下一屆的黨主席 對 我說之前我們做民調 王金平的民調並不比 並不比其他國民黨的政治人物低 但是你跟黨政交叉分析之後 你可以發現他在國民黨的一個 裡面 裡面他是低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提供給 馬英九這次一個素材 他覺得說 這我只要發動 我國民黨內一定會全部支持他 但是他錯估了情勢 而且這個手段是用錯了 所以造成說國民黨 連國民黨來臨的人都內部 其實我坦白講前兩天遇到的 就是台大政治系的內部的人 你說他們不支持江一話嗎 或是不支持馬英九嗎 他們也支持 可是那這件事情 他們每個人都跟我搖頭 然後難得我以前介紹他 一個可能真的敵方露出一個罩門了 結果他攻得這樣子 立法院的政策未來會過嗎 所以我應該這樣說 馬先生說要架空王金平 單單從他這一句話 你就說這個人沒腦袋 架空王金平 你哪根從哪根算 你在立法院 王金平為什麼那張 剛剛韋漢所出示的那張照片 王金平在立法院是很舒適的 是很自我的 你知道是怎麼 他在那邊是地頭蛇 你知道 地頭龍了 對啊 也就是說今天 他屬蛇 你的法案 國民黨的法案 你出了行政院之後 你要到立法院去 要用什麼方式通過 那個通過的程度到底是你 理想中的這個百分比是多少 其實王金平是有能耐可以影響的 也就是說今天 你一個王金平 他雖然配合你 但是時間上未必配合 但是以好歹你想要的法案 他還是過了的 王金平你不要 你非得把他往外推 推到一個 現在王金平 說實在的你要架空王金平 搞到後來 會是你馬英九的行政院 跟總統府被架空 你的任何法案到立法院去 你根本就過不去 所以我們就不能理解說 為什麼打到哈佛的 還做總統過 而且處理但是這樣 所以詹老師 他一定這幾個會怕恐懵 不是 不是 就是 他這幾個會 還是這五檔都很快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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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辦公室 叫阿姨把他刷過 不是 有時候被人要罵 七月沒有罵 打掃的阿姨把他刷過 有時候被別人罵一兩天 有沒有 頭會昏 如果連續做不好 被罵五年的話 那整個真的會空掉 重點是在於說 會讀書不代表會做官 會做官不代表會做人 重點是你今天要修理一個人 你要記得三個重點 一定他人緣差或身體不好或運氣不好 你要出手之前有沒有 有時候要參考一下 這個命理的角度來看 這是三十年次農曆二月生的 王金平的流年命盤 這是十二年 他本身農曆二月生的話 叫左撫右臂 他的官入宮在這個地方 他的官入宮 所以今年十二年的 王金平他的流年命盤 是左忽右印 一忽百諾 左右逢源 你要出錢打他你應該是 不好意思 不是要打他 我說如果要出手的話 不是現在 應該是明年打得更過癮你知道吧 因為他那時候 明年整個官運是有個洋任在的 要注意這個重點 其次再看看一個三十九年次 一些資料流到明年 不是 明年馬英九還在嗎 我還想問耶 明年馬英九還在嗎 不是啦 馬英九頂多就是 明年藍營大選失敗 馬英九可能會黨主席卸任 這有可能 你要把總統幹掉 換人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我個人的政治的判斷是有點愚昧 那跟你們做參考 那就辜負了吳敦義的命盤 不是啦 來慢慢看這個 這個三十九年次跟四十九年次 這兩個人有沒有 一個江一話 一個是馬英九 他們只要是逢九的 你的流年的官路公 一定有個洋任在 洋任跟洋任 董指揮董事都知道 也代表十二年的官運不順 官運潑則多 做官很多事形勢不利 你說只要出生年份 三九 四九 五九 六九 七九 八九 在這一點來說 我有一些認為是 馬英九的黨主席選舉比較失敗 比較會受挫 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 原來是在這一波當中 出拳 方向錯了 時機錯了 拳頭很快 可是沒有打對目標 有時候反而打到自己 因為真的要顧負 吳敦義的命函 對啊 好 有時候呢 搞不好是跟風水有關係 那個思考真的是 對不對 因為王靜平孝順 顧家 人脈好 那又有宗教的護詞 他有信仰一些宗教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對風水這塊 他可能還不是那麼的認同 或不是那麼的認同我 在他選黨主席的時候 我去過他的官邸 他選黨主席2005年 之前 我之前有去吃過飯 他的官邸的風水 因為官邸代表官運 但是他官邸都沒住那邊 他只在那邊宴客 有行就有靈 那個代表他的一個格局 一個掛項 這樣清楚的意思吧 那麼家的住宅代表家運 這個進來的地方 小弟曾經跟他建議過 這邊是龍邊撞壁 你要飛龍在天的話 這邊放個鏡子 或是山水化 讓你的官運更加的橫通 第二個進來的地方 他的會客是很大 自己的堂比較小 他以客為尊 好交朋友 一個大桌子 是一個人脈非常好 以朋友為主的一個人 第三個 他進來這邊有個柱子 叫房中貞 房中貞在客廳 代表這個主人 很多事官圖適應 是有點受挫的 明明是大好機會 有點受挫 他的背後有個門 我也跟他建議要補起來 那他有沒有聽我就不知道 可是我送他一幅堂卡 跟他結賽員 人家真的是夠上道的 現在看不到那個門了 這個門 坐在沙發 你是後面 補起來了沒有 就是我們現在是去看不到那個門 那個沙發去後面 他是從廚房那邊看得到那個門 所以補起來了 補起來了 對 補起來是有 他也找你吃飯喔 沒有 他有時候會對 外面聊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送他一個 他也找你吃飯喔 那次很可... 就是還給我 因為他有跟你移進去 你就會對他的餐桌大到不行 他還找你吃飯喔 不是 從老立法院 不是 立法院的時候去過 我們的看場是到官社 我們的看場是值得去他家 我們沒有到那個 我們沒有到 我們這就沒有去 是跑立法院的時候去 沒事 我都在立法院的餐廳吃 住住餐 你沒去過玩手 這個真的是 洪院長 我覺得你 應該要知道怎麼處理 我們是都很有空 沒有 他這個人其實很好 我送他一個堂卡 他也很感動 因為他就宗教不排斥 他這個人是不擺哪家東西的 他就送我一個這個領帶 我都送你領帶 H牌 你有沒有送你領帶失禁 沒有 因為我看 這也上萬的 沒有 就是對我很好 我這也要上萬 上萬 你捨不得用 我都捨不得用 每天都把它 漂亮喔 每天都放在這裡 可是我講一句 你要記得送你 我講一句衝擊你 他可能是不曉得轉送誰的感覺 沒有 可是有心 對 他會回禮 他會回禮 不是 你還記得一個重點 不是 因為他每天都說這些事情 他有沒有那麼多 人很好啊 當場給他站起來了 你有沒有看這個 百分之一百存濕 有沒有 對 這很沒什麼 對不起 看這邊 來 百分之一百存濕 我的意思說 我們是個小小的命理師 人家不會貪小便宜 以理相待 他都請小小的命理師喔 不是 還有就是說 其實大大的平穩座都沒帥 當你拿到貴人的東西的時候 包括 拿一下看一下 包括呂秀蓮送我的濕巾有沒有 我都把它收起來 呂秀蓮送你濕巾 蓮花淚的 蓮花淚的 我補充一下好了 其實我一看今天這個西裝配這個 對 是不是 你看質感是不是都出來 然後我給他看一下 你看 你也有 我跟大家講一下 而且你真的會閃啊 你就直接換這一條 我這個是149塊而已 看得出來 我家也有 但沒有帶出來 重點是他對我們 代表給你買100多條 今天張老師講到這個 因為我不知道張老師要講這個 那我就順勢補充一下 就是王晉明他的 秋羅湯跟羅湯 我就講我的例子好了 我哥哥 我哥哥結婚在台中的時候 那因為大家知道我是主跑馬總統 那當然就跟總統要了一個 中堂跟這個 這個喜醬 然後花籃這樣子 那我也有跟這個王院長講 王院長我是跟 當然你不用直接去跟王院長講 跟他辦公室主任跟吳姐講 吳姐馬上就跟院長報告 院長親自打電話來給我說 喂 阿安啦 你還要結婚喔 在哪裡 我去 我去 我說台中啦 不要緊啊 開這裡 緊緊 抱歉 不用啦 謝謝 我跟你送給你 送什麼 送了很多 那我現在這個 送了很多送什麼 就是兩個 就是羅馬的花籃 然後也有中堂 然後王晉全堂 那你也知道 你在台中那當地方看到 哇 立早院長送花來 總統 就有女孩 那我是跑滿久的嘛 我現在講說 他的東西早早就到了 到了結婚那一天 到了中午已經10點到11點了 滿久還沒到 然後一直到 退到11點到 我在打電話去問 不記得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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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我等到他們趕快找台中的那個 等於是黨部的人再去隨便農 就是不是他真的在補送過來 那我對我哥哥覺得很不好意思 他沒有兼天花店 那我現在就講說好了 其實我這樣子講 還是幕僚作業的問題 你記不記得有一次 就是有個人抱怨立法院那個 把人家的喜事變成血塵喪事 然後你看王院長是怎麼處理的 他加送人家金戒指 然後又祝賀 然後親自又派人去 這就是他整個做事情方面 細膩 就是其實 其實王院長我歷史的時候 就是在乎跟不在乎的差別 那我當時的感覺就是說 其實後來當然他的辦公室的人 會來跟我說不好意思 我也不要去怪他 因為這是拜託人家嘛 人家忘記了 可是 這種事情其實有什麼好忘記 其實只要幕僚 稍微注意一下 我的請脫忘記了 那可能也有別人的請脫忘記 他無形中就是 你會展現出來說 你在乎或不在乎 就殺在這邊 他不也在六上 沒有 後來趕快送 已經一點 已經要送客了 就是客人已經開始 新郎新郎要在門口送客 那你覺得他是忘記了 是故意不給你的 不是 當然不是 幕僚 幕僚最好 對 就是連 其實我這樣講 可能也比較那個 連我都可以忘記了 其實我相信 他是總統府的記者 連議員會長 那時候我還不是 那時候剛剛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馬英九很喜歡看余光宗對不對 余光宗只要每一次都 馬英九遇到挫折 他去看余光宗 余光宗都會給他開示 對不對 好 結果呢 他以後應該去看鄭秋語 他第二次去看余光宗的時候 就是Bumber事件之後 余光宗不是去講了說 大字落語什麼 他去看余光宗的時候 要送余光宗禮物 余光宗 這上次來的時候就送過了 你知道嗎 就送上一次來看余光宗 一模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你幕僚 你應該記錄說 今天馬先生去送了 余光宗先生